追根溯源碳产地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一只盘中餐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食材 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这个夏天需要来一点甜蜜装点我们的餐桌味道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两样甜蜜翻倍的美味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百香果 号称可以跟苹果的甜度相媲美 直接吃都没问题 一般情况下我们吃到的百香果味道都比较酸 基本都得泡水再加上蜂蜜什么的 能直接吃的百香果会有多甜呢 另一种美味也是一种甜蜜水果 不过由于味道太甜不容易储存 就被制成了果干 神奇的事情来了 果干泡水十分钟 干果能变成鲜果 究竟是什么甜蜜水果还有这个本事呢 这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一起去溯源吧 百香果一种能散发出香蕉 菠萝 草莓 草莓 里芝等十几种香气的水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十几种氨基酸 果肉多汁 香味浓郁 切开一颗百香果 直接挖果肉吃 三少可口 通过兑水加蜂蜜做成的百香果饮料 是很多人喜爱的夏日凉饮 因为自带酸味 芳香味浓 百香果还能入菜做调料 我们常见的百香果都是紫红皮的 可是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青黄皮的黄金百香果 却以糖度高作为卖点 我们印象中的百香果都三爽无比 这种青黄色的黄金百香果 味道真的会是甜的吗 我们将两种颜色的百香果切开 分别装到两个玻璃杯里 我们拿来了一个糖度测试仪 通过测试 我们发现 黄金百香果的糖度达到了14 接近一个苹果的糖度 而紫色百香果糖度只有4 这黄金百香果不但甜 它的糖度居然还是紫皮百香果的三倍多 黄金百香果味道为何这么甜呢 它的甜味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前往产地海南省五指山市寺院 百香果运动会到底谁能拔得头筹 采摘工人们竟然不要黄果要青果 我们来到了毛道乡 还没来得及找百香果 就先被一阵歌声吸引了过去 老乡告诉我们 今年百香果大丰收 大家聚一块是在举办庆祝活动 百香果运动会 这可太新奇了 用百香果要怎么开运动会呢 我们今天的运动会第一个项目 就是睡百香果 大家可以各选自己喜欢的百香果 一口气吹完 在这个桌子上谁吹得远 而且那个百香果不用掉在地下的就赢了 百香果真的能吹动吗 一 二 三 开始 前两组选手比赛结束 一号选手和四号选手 分别吹了一米一和一米四二 二号选手和三号选手 更是一口气将百香果直接吹到了地上 由此可见 百香果看着挺硬实 其实分量还真没多少 然后我们第二项就是百香果保龄熊 一个人三个百香果 每个人靠进那个小凳子的孔里面 才越多就赢 就不会浪辣吗 是的 不会 不会 它皮是很厚的 一 二 开始 看着了啊 第二场比赛 两位选手各进一国 共同夺冠 这些黄金百香果 筐筐筐砸在地上的声音 也证明了它的壳真的是又厚又硬 我们最后一轮的比赛就是那个 是百香果 准备 一 二 三 开始 这个百香果看是有技术的 这位姐姐 开挺有经验的嘛 开得很快 将黄金百香果外观圆润 表皮坚硬的特点和运动会结合起来 既体会了比赛的乐趣 又品尝了黄金百香果的香甜 李族老乡们对于黄金百香果的喜爱之情 一于言表 黄金百香果究竟为何果肉软糯多汁 甜蜜翻倍呢 我们前往毛岛乡 毛岛村 继续溯源 来到黄金百香果果园 我们碰见一群正要去摘果子的李族姑娘 咱们这儿已经开始摘了 对的 我们什么样的果子是可以摘的呀 就是像这种的 我以为比较轻黄一些 然后摸比较软一点的 这个就能摘了 对 不是 这个果子和我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这那么轻 这真能吃了 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黄金百香果 明明就是黄色的 最多带一点青绿色 这颜色还完全青绿的果子 真的熟了吗 我们打开一颗刚摘下来的青果子 发现里面的果肉颜色和黄色的果子 差别不大 还是有一点酸是吧 刚摘下来的青绿色黄金百香果 虽然不像没成熟的果子 那样吃起来口感青色 但还是很酸 那为何到达消费者手中的黄金百香果 都是颜色偏黄 口感香甜的果子呢 此时收获满满的李族姑娘们 把果子都倒进分选机分选 分选机有序地分选着 不同大小的黄金百香果 可奇怪的是 李族姑娘们 在已经分选好大小的黄金百香果里 把看起来成熟度更高的黄果剪了出来 只留下青绿色的果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们这些黄色果子怎么都剪出来了呀 因为卖不了钱了 那这些果卖不了钱 咱们等会是要扔掉了吗 不扔掉 拿到市场上低价处理 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黄金百香果 明明就是这种黄果 价格也很贵 为什么到了这儿 黄果只能低价处理了呢 所以它黄了呀 然后那个运不了太远了 只能在本地上卖 原来黄金百香果和香蕉 米河桃等水果一样 具有后熟性的特点 虽然刚摘下来的果子是青绿色的 吃起来还有点酸 但在发往外地的路途中 它们能够自然催熟 等到达消费者手中后 吃到的就是颜色金黄 口感香甜的黄金百香果了 可是话说回来 同样是百香果 黄金百香果 为什么要比紫皮百香果 更加甜蜜多汁呢 种植时 黄金百香果 还有一个紫皮百香果 没有的特殊待遇 百香果园里边 这些黑色的东西是啥呀 这些一条一条的 从山上面引下来 给我们那个 北香果灌水的一个管罩 从山上引下来的 对对对 专门从山上引的 专门从山上引下来的 这就奇怪了 明明黄金百香果果园旁边 就是一条河 为什么放这现成的水不用 非要费劲 从山上饮水浇灌呢 这山上的水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这个水和果园旁边的水 有啥差别吗 这水是甘甜的水 我给你 很赶紧尝一下 真的可以喝到 这直接从山上 流下来的水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黄大哥居然 直接捧起来就喝了 这水真的是甜的吗 我也来尝一下这水 这水味道真有点甜甜的 是有点不营养 这座山在往高处走 是原始热带雨林 所以生态环境非常好 而这个瀑布 就是山顶的泉沿 流下来的山泉水 可是用它来浇灌的 黄金百香果 为什么就香甜多汁呢 这个是山泉水 它是干净 这个甘甜 富有很多的矿物质 黄大哥告诉我们 黄金百香果味道香甜 首先是品种的改变 它是在紫皮百香果基础上 盖量的一个新品种 但是用这种 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灌溉 让它在原有的基础上 更加甜蜜多汁 糖度可以跟苹果相媲美 少酸丰甜的百香果 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在五指山当地 黄金百香果的吃法 也多种多样 将黄金百香果果肉 倒入打底 再根据个人喜好 加入气泡水 或乳酸菌饮料 一杯酸甜爽口的 黄金百香果饮品 就做好了 除了直接挖果肉吃 和做成饮品 还能用来做菜 百香果鱼 则是当地的一道特色美食 讲究是一个鲜字 而这道菜 也是当地美食家 王世君的拿手绝活 处理的过程中 如何保留罗飞鱼 最鲜嫩的口感 王世君有着独特的方法 我们主要是弃果 只要肉 剔掉鱼骨 鱼头和鱼尾 将剩下的鱼肉切片 罗飞鱼的处理 就算完成了 我们这个鱼 也必须用开水 它才瞬间的凝固 蛋白质锁住 热水里加入 新鲜的黄金百香果果肉 在高温的催发下 果肉香气逐渐弥漫开来 调味料只有盐和胡椒粉 在增香提味的同时 也保留了黄金百香果果肉 最纯正的味道 百香果呢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呢 它这个高温 一百度的情况下 它这个也不会变褐色 它还是金黄色 等到锅里的黄金百香果 熬成金黄色 就可以下鱼片了 百香果呢 它本身呢 它能够跟鱼充分地结合 因为它也带些微酸 那么鱼呢 这个蛋白质呢 一到酸度以后呢 肉质更紧实 鲜度呢更好 当地果农舍近求远 引进味道甘甜的山泉水 灌溉果园 结合百香果品种的升级 一招带来了百香果的甜 让本来酸味更足的百香果 有了和苹果相媲美的糖度 黄金百香果甜蜜翻倍 果香埋怨 在这个夏天 还有一种甜蜜水果 也是靠一招鲜 让甜蜜的味道 能够长久保存 无花果又叫蜜果 因其外形较圆 吃起来又甜又蜜 人们形象地称其为糖包子 无花果营养丰富 富含糖 氨基酸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因其糖度很高 所以无花果不耐储存 以前通常都是吃蜜果 可编导最近发现一种 奇怪的无花果 看上去跟鲜果一样 颜色鲜艳 但仔细一看 却是干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吃起来有点脆 也很甜 更神奇的是 把这种无花果干泡在水里 十分钟后摸起来如同新鲜的鲜果 而且味道还比鲜果更甜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前往产地四川省内江市微远县 进行溯源 无花果如何变生熟 一捏就碎的干果如何新鲜如初 从北京飞抵四川成都 再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达微远县 微远县位于四川省中南部 这里气候湿润 土壤肥沃 据说 它的维度接近无花果原产地 地中海沿岸地区 秋林地貌 也非常适合无花果的生长 你好小妹 您这是干什么呢 我是在采摘无花果 无花果 我看看 来看一下吧 刚才我在上面的路上 看路边都是这样的果子 这个上天母 果园里挂满了无花果 编导也忍不住采摘的冲动 我们平时在市场上见到的无花果 有紫皮的也有绿皮的 眼前的无花果 不仅有紫的黄的和绿的 还有花皮的 大的如鸡蛋 小的如五指 这可怎么选呢 编导好不容易摘了半框 赶紧让果农把把关 会是什么结果呢 这些都不合格 不合格啊 我这个合格里有多少 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六七十 原以为无花果挑选起来很容易 可没想到竟然就有这么多不合格 那什么样的才是合格的呢 它有点软 软了就熟了是吧 那颜色呢 颜色有什么 有些带黄的 它比较成熟了就往下面垂 比较成熟了就这个是吗 这个成熟了就往下垂 对对对 那这个上面呢 上面呢 上面呢就是柳果 清果 柳果 柳果 柳果就是往上涨的是吧 往上涨 原来无花果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 就是果树下面的通常先成熟 它们的颜色也会深一些 成黄色或紫红 而越往上果子就越小 颜色也就越轻 采摘时不仅要选个头大 颜色深 捏起来有点软的 成熟的果子还会下垂 有的顶端还会有裂口 只有综合这几点才是甘甜合格的无花果 小蜜果摘的这颗要甜一点 它的成熟度不一样 成熟度不一样 我刚才摸我摘的那颗也已经软了 但是这个看起来颜色更黄一点 更黄一点 就更好吃 好吃 好吃好吃 品尝过新鲜采摘的无花果后 宿援小分队发现 自己网购的无花果干 白形与味道几乎完全还原了鲜果 糖度似乎还要更高一些 新鲜的无花果 究竟是如何做成还原度这么高的果干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 我们继续溯源 我们驱车来到镇西镇一家工厂 编导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这么大的一个房间 竟然只有一个圆形的大罐子 这是什么 这就启动了是吗 这就是我们系统系统 工人告诉我们 大罐子就是把新鲜无花果 加工成果干的地方 在这里 他们将经历一段和烘干 完全不同的特殊旅程 清洗杀菌后的无花果 被人工切成两半 再均匀平摊在托牌上 然后放到铁架子上 没想到 无花果被送进去的房间 温度竟然在零摄氏度以下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等再次把门打开 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从早点来 冷冻的 冷冻到现在了 无花果鲜果 要经过速冻后 才能进入眼前的这个大罐子 大罐子一次就能装七个架子 总重约三吨 接下来 冻果在大罐子里 开启一段非凡之旅 大罐子里的无花果 经过抽真空 然后加热 接着水分升华 无花果在此 至少停留一天的时间 算上之前的速冻 整个过程 历时近五十个小时 最终从大罐子里 出来的无花果 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经历了近五十个小时 冷热两极温度的历练后 它们的味道会如何 带你尝尝 好 可以吗 好 可以 嗯 很脆啊 很甜啊 不仅颜色鲜艳 脆口甘甜 轻轻一捏就能捏碎 和之前我们购买的 无花果干一样 而且泡水后 竟然能新鲜如初 很神奇啊 这个怎么加工的干的 怎么跟新鲜的一模一样啊 那里面有我们的新设备 原来 加工无花果的大罐子 还有一个名字 叫冻干仓 和红干不同 冻干不是简单地 将鲜果中的水分蒸发 而是在真空状态下 通过低温辐射 直接将细胞中的水分升华 无花果的糖度和营养物质也被浓缩 不仅口感脆了 味道也比鲜无花果更甜了 泡水十分钟 摸起来 感觉 却像鲜果一样 原本用于宇航食品的 冻干技术 如今被广泛应用到 食品工业中 为食品加工 提供了解题的新思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 有丰富的蔬菜 水果 肉食 及水产资源 冻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将极大的丰富食品消费市场 提供更加多样化的 个性化的口感体验 微远线盛产无花果 无花果的吃法 也是多种多样 鲜果清蒸三分钟 用蒸出来的汁水 加冰糖熬制 然后浇汁 再搭配一些西瓜丁 冰镇后 就是一道爽口的天品 炖老鸭汤 是微远人逢年过节 必尚的一道菜 也是当地的一道名菜 炖汤前 要给老鸭焯水 加入葱段姜片 去除老鸭的血水和异味 焯水看似简单 对时间把握尤为重要 炖水炒久了也不行 煮它肉质就老了 你的炖水滴多长时间 这个就是分吧两分钟就行 炖水后再次清洗 然后放入大口砂锅 放葱段姜片 无花果干果 加水 先蒙火煮开 再小火慢炖 接下来一切就交给时间 炖煮老鸭汤并不复杂 需要的只是时间和耐心 等到再次揭开锅盖 老鸭已经炖烂 放入无花果鲜果 无花果炖老鸭汤 即甘甜 清香和醇厚 多种味道融于一汤 无论是用山泉水灌溉的百香果 还是用冻干技术制作的无花果干 依靠果农的辛勤培育 和农业技术升级 一招带来果香甜蜜 不仅让水果更好吃了 也更加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这个夏天给自己来一份甜蜜 在家里试着做一杯 酸甜爽口的百香果饮品 炖一锅清热解暑的 无花果老鸭汤 香甜在味蕾 清爽在心间 甜天然具有味觉的吸引力 味蕾天生喜欢这种味道 而且甜味能激活大脑中的多巴胺 让人感到兴奋 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通过改良品种 改善种植条件 创新加工技术 甜的味道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农产品中 甜蜜翻倍 好味不断地背后 使智慧点亮生活 科技敲动发展 这个夏天 我们也来一点甜蜜诱惑吧 不过记得甜味虽美 也不要太多哦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